日前歌手韩红在《中国梦之声》的舞台上再度爆发她的真性情,令现场尴尬,先是在妥云符因人气垫底率先面临遭到淘汰时,爱才新切的韩红眼眶失红,拿着话筒对妥云符喊话,大局为重。 接着在罗希杰与许明明终极对决后决定去留时,手握关键一票的韩红,在最后关头选择弃权。 近日,根据网友爆料称,在北京西北四环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百万级黑色法拉利跑车,将辨认司机为歌唱家韩红,当日韩红边驾驶该跑车边打电话,不少网友指出韩红严重违反了交通法规。 经过查阅,该款跑车为法拉利458,商家报价在380到558万元左右,排量为4.51,可谓豪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率 dobrze 打帮中,我们打 comma方呀。